Julisa Thorler来自Spring Park 29岁 于2023年2月16日星期四 被判处终身监禁 法庭判她犯有一级谋杀罪 并不得假释 她于2022年5月20日 谋杀了她6岁的儿子Eller 在法官宣判之前 她说自己是无辜的 还骂了一句脏话 骂所有人都是垃圾 在法庭宣判之前 Eller的父亲Tory Hart 和她的继母Josie 都发表了讲话 他们非常悲伤 不停流泪 内凭借检察官 玛丽·莫里亚蒂 周四的一份声明说 我们现在对这场 令人心碎的悲剧 有了法律上的终结 但没有什么能填补 Eller留下的世界空白 我希望她的家人 能慢慢向前迈进 最终找到某种程度的平安 是什么样的案件 让从法30年的检察官 说出了这是她工作到 现在遇到的最可怕的案件之一 并且参与案件的陪审员 在案件结束后 被安排接受了危机心理辅导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 这件发生在去年的 可怕的母亲杀害幼年儿子案 儿子几岁啊 六岁 我是夏乐阿姨 视频开始之前 记得点击订阅 关注我们 谢谢大家的支持 根据刑事诉讼 和奥罗诺警方的说法 2022年5月20日 星期五上午 九七点左右 警察在对一辆 由Tiler驾驶的雪佛兰 车进行交通拦截 因为这辆雪佛兰 少了一个前轮胎 车后窗被打破 警察开车从Tiler回家 然后在后备箱里 发现了艾里尸体 后备枪里 还有一把线弹枪 他随后被捕 Tiler的手上似乎有雪剂 指控称 车内还有一个线弹枪弹 和一个用过的外壳 还有雪剂 后座上有一个 看起来像是弹口的东西 警方发现 依然尸体的时候 他们对Tiler的住处公寓 已经进行了搜查 但那个时候 Tiler已经离开 他的洗衣机正在洗衣服 警方发现 Tiler在停车时 穿着衣服 正在洗衣机里清洗 在拦截Tiler前不久 一名目击者 在三点大道的 Shell加油站 看到了Tiler的车辆 警察搜查了 加油站的垃圾箱 发现了一个背包 雪 骨头 和看起来像大脑的东西 警方跟踪了Tiler的 车辆车骨 对车道路造成的破坏痕迹 以及目击者提供的信息 前往多个地点寻找丢弃的证据 警方在垃圾箱中 发现了一个血淋淋的儿童加高座椅 并指出该座椅遭受了 与线弹枪爆炸一致的损坏 警察与Tiler的朋友交谈 有位化名叫RPC的朋友告诉警方 在过去的一周里 Tiler想学习如何使用枪支 所以他们去了一个射击场 他说他想买枪 于是他们在3月17日买了线弹枪 他还告诉警方 Tiler一直带着猎枪进出公寓 用一条灰色的毯子包裹着 警方进一步搜查了Tiler的车 在后座发现了大量血迹 和似乎是脑部物质 在后备箱里还发现了一条灰色的毯子 起诉书称 初步尸检发现 一来中了多枪 可能多达9次 包括身体和头部中弹 我要讲一下 线弹枪这个东西 你上次不讲过吗 就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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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伤力举大 我们现在是网上是看找不到任何 关于这个案件的资料 但是有董枪支的网友说 线弹枪的杀伤力 如果是9枪的 那这个小孩的尸体 是没有任何一块完整的piece的 报道 我觉得你可以停一停了 因为上次那个也讲这个的 就被下架了 不是下架了 就被标了 下架了 他是被强制下架的 对啊 边标一标 然后强制下架 反正就是那个枪 卷完了之后 但标完了之后 就是他是没有 对 而且那个小孩就那么小嘛 点到为止 与此同时 Elly的父亲Tory 今年早些时候 就其儿子被杀一事 提起过失自至死诉讼 要求赔偿超过75万美元 诉讼称 达克塔县社会服务部门 为Elly提供服务 但是该县及其护员 疏忽大意 诉讼中点名了两位雇员 法庭文件显示 Elly的父亲 一直在争夺儿子的抚养权 Tory的现任妻子Joyce 告诉媒体 男孩的母亲 在毒瘾和心理健康问题上 一直苦苦挣扎 尽管他们一再寻求帮助 无论我们哭多少次 无论有多少警告信号 这些官员都无视我们 最终依然是Elly的亲生母亲 获得了Elly的完全监护 肯定是给亲生母亲的 但是它是一个有毒瘾的 没有办法 它这个是判给亲生母亲 就判给亲生母亲 你有毒瘾 它是亲生母亲 那一个是亲生化的 那可能它的 其他经济上不够吧 不过你像在欧洲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它虽然是有毒瘾和亲生母亲 但是它有稳定收入 这个案件 它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说 为什么父亲在 跟一个有毒瘾的母亲 争夺抚养权的时候 还能失去全部的服务权 因为它获得是完全监护权 但是它有提到的事情 母亲是有稳定 有经济支持 是有经济支持的 她是有工作的 她的毒瘾和她的神经 精神性的问题 是一个信号 但是可能是她的经济 再加上是母亲 所以还是判给她 据报道 在Ely的母亲 重新获得监护权后 Ely的行为发生了变化 她在学校表现出焦虑 和行为不端的迹象 她曾经把一个孩子 从滑梯上推下来 还踢了一个孩子的喉咙 在家里 她咬着衬衫 难以入睡 像婴儿一样说着话 也开始口吃 CPS的官员 曾担心 Tella的心理健康 生活状况和犯罪历史 不适合获得依赖的监护权 但是法院最终仍授予她 Ely的完全监护 文件显示 Tella有许多交通违法行为 包括超速 不小心驾驶 以及在驾驶时 使用无线电通讯设备 从2021年3月到现在 这位母亲 总共有7次违规行为 我们不仅多次 向多人表达了担忧 每次的回应都是 这是家庭法庭的事情 法律不允许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除非他们看到了身体的虐待 不然他们没有理由 把这个完全监护权 由母亲交还给父亲 对啊 他只是 或者这样的单子 他只是他自身的一个问题 他就是 他对小孩是没有问题的 对啊 他不会给 给他爸爸的呀 因为他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又是亲生妈妈 对啊 然后他的违规的单都是 开车speed up啊 是那个超速啊 打电话啊 这个都是 每个人都会有的账单 这种 这种是不属于 这是正常账单 他不属于 这个小孩是有一些 行为上的一些小障碍 但是 他杀他的动机是什么呢 太吵了 坐在后排太吵了 激起来的 太烦了 他应该就是在车上打的了 对 那就是 我觉得啊 你选择做父母 承担起这个责任 好吧 不要 这个人就不配做父母啊 他这个怎么说呢 能用现代枪 对自己的小孩 下毒手的 他不是一般人 他可能一下子 没有自己 受到的 那就是他精神有问题 他本来就是精神有问题啊 对 但是在精神有问题的情况下 他官员还能给他反复 这不是又给 把一个精神权 给食尼病吗 那不是的 不是这么说的 他如果说是 已经是 证明了他是有精神病 或者是神经病类的 他就会送他去医院 但是他如果说 没有去地方治疗的 他就是稍微有 比如说压力 工作压力 生活压力等的 偶尔发生的这样的情况 他不属于那个的 他属于是 他根本没有去医院治疗 都没有 人跟他心理老师都没有 就辅导员都没有的 所以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 稍微有一点问题 你懂吗 他现在爸爸 就是他后面的 就是爸爸新的partner 他们就是在纠结这一点 他就觉得是 政府 有汪宁的情况下面 置之不理 说因为没有各种 对小孩不好 哪怕虽然是他自身的问题 但是还是有监护权 那事情发生了 肯定会说 是 再回去看是 谁谁谁 但是他爸爸是明确的说 他一直在争取 而且这个女的 把他儿子杀了 是在他拿到完全监护权 一个月 那可能他并不想要监护权 是这样我给你 那你真的 没有啊 他去争什么呢 那你就说我不要 你就好了吧 这口气 一方是一个非常迫切想要的 但是他给不了他的经济上的支持 他没有工作 那你他爸爸有这个时间去 去争取 他没有时间自己去找一份工作吗 其实没有特别的明确是去了解 他父亲的一个怎样的背景 但是我觉得在他母亲 这张履历表不是那么漂亮的情况下面 还能法官吧 他履历表没有问题 他有问题的是他的精神压力 人能看不到的地方 是吧 对他表面上没有问题 他有问题的只是他 只能说这小孩实在太可怜了 好吧 评论区留言吧 看看 大家不要太激动了 恐慌 就恐慌恐欲嘛 不要恐慌恐慌 不要每次看完视频都恐慌恐慌 不要每次看完视频都恐慌恐慌 那我们要讲点美好的案 美好的就不叫案件了 这个世界需要人来繁衍后代 大家都恐慌恐慌了 以后我们怎么办 我们老了怎么办 不行的 好吧 那这以上视频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